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我4月7号台湾的言论自由日马去高雄参加活动的一些感受吧 因为在中国或者叫中国大陆或者叫大陆的那种环境下,实际上这种政治类的游行是完全不可能有的 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就是说你那种政治类的集会超过5个人以上都很危险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真实的情况 那么因为我去的时间段就是说比较晚了嘛 然后就到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听多少演讲 然后就直接游行到就是说就是到高雄的凤山路还是什么 对,然后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秩序非常好 首先就是也没有就是说反正我是没有看到就是说包括就是乱冷垃圾啊 然后就是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就是所谓的不文明现象吧 当然这个也就是这个就是说也可能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才有的产物啊 就是就是整体的秩序非常好 然后在中国的话是完全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面的啊 就是就是这种这种几千人的游行游行游行队伍上游行队伍上街 就是说上街也不能叫也不能叫上街抗议了 就是这种和和平理性非非暴力的政治诉求嘛 这个这个在中国这个在中国的话可能就要动用武警然后去镇压了 所以其实呃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就是呃非就是当你真正的去在生活当中去感受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就是说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多元非常包容 不管是从北部还是南部还是到东部都是这样 台湾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呃不管就是不管就是什么情况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就是说就是说不可否定的是什么呢 不可否定台湾台湾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不对 台湾台湾有自己的台湾有自己的护照台湾有自己的护照 并且我没记错的话是全世界有167个国家面前对不对 中国中国中国或者叫中国大陆或者叫呃或者叫什么或者叫大陆嘛对不对 他他他那个护照才多少个国家面前好像才好像18个吧 尽管好像对外呃吹嘘就是说好像是60多个国家面前对不对 不管还有就是说这个台湾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叫新台币对吗 就不管是不管是就是说什么对不对实际上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就是可能可能就是说呃有朋友会问到就是说啊你参加你参加就是说这个活动 你是不是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什么支持独立啊或者是怎么样 呃我在这边呃我在这边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就是说其实参加我参加这个活动 并不是因为这个活动是独立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况 我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去捍卫言论自由 就是说只要是能够对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或者是就是说类似类似的包括就是言论自由和人权有益的活动 我都我都会去做并不是因为就是就是就是对啊就是这样 嗯然后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